独庸侠为摘月中的欧文专门配备厨师 盘点MBA那些在摘月中的球员如何吃饭 今日据独庸侠记者布莱恩·达美尔斯透露 在欧文摘月期间 独庸侠管理层专门给他配备了一名厨师 与确保欧文能够在太阳落山后立刻吃到宿舌餐 防止摘月期间挨饿 而独庸侠的这个举措 已让欧文在这次摘月期间保持良好的精力状态 本赛季欧文已经完成了五次扣篮 达了顺压新高 其中一季就是在摘月中完成的 往往也是感叹 这次摘月欧文真的太猛了 完全不像是不吃饭的人在打球 那么估计各位球迷都很好奇 到底什么是摘月呢 摘月中又有什么规矩呢 MBA球员又该如何度过摘月呢 首先欧文和大部分球员过的摘月都是伊斯兰摘月 顾名思义 信仰伊斯兰教的信徒会在每年的第九个月封摘 在封摘期间 伊斯兰的信徒们在每天日出之后 和日落之前都不能进食甚至不能喝水 因此为了保持身体基本的营养 他们只能在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 补充身体必要的养分 但是普通的穆斯林摘月并不是特别难熬 而如果过摘月的是NBA球员 那就太难办了 打比赛前一般都是白天不能进食喝水 饿了一天肚子直接上场打球 最后出了大量汗后 口渴的不行还不能喝水 想想就十分的难受 因此NBA球员都是如何度过摘月的呢 之前凯尔特人队的球星杰伦布朗 就曾就这个问题向大梦奥拉猪旺请教 毕竟奥拉猪旺可是顶着摘月 拿到两座总冠军的狠角色 而奥拉猪旺告诉杰伦布朗 摘月来的时候 他会每天早上四点就起床 趁天还没亮 就补充足够的水分和今天所需的营养 之后他这一天会尽量减少说话 因为说话会消耗人的唾液 觉得口很干 然后在比赛间隙 如果真的顶不住了 可以吃一些水果缓解口渴 而之前欧文还在蓝网效率期间 就被急着捕捉到摘月时 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欧文 拿了一根香蕉做的场边开始吃 还有球迷也是拍到了欧文在场边吃酸奶的画面 接着过摘月的球员 就是用这种方式 来度过摘月到来的饥饿感